一手扶著排檔桿 一腳踩煞車 修車修了25年的車輛技師 提及車輛前進後退 少不了這道防暴衝機制 不太可能你打倒車 然後油門又踩著一直轉圈圈 不太可能 這個在稀鬆平常不過的操架行為 行進間車輛打低檔 如果要倒車 駕駛就得踩煞車 搭配排檔桿推到R檔 兩者缺一不可 但看看多元計程車 撞上庇護島後 隨機倒車失控轉圈 過程中車尾的確亮起倒車燈 快停下來前煞車燈也亮起 但同時可見 擋風玻璃上的雨刷 也同時作動擺動 撞到的瞬間車子就往後跑了 因為如果是人為去排檔桿的話 它應該會有停頓的時間 可是以影片看起來的話 你看它撞到不到一秒 大概半秒時間 車子就開始往後跑 多元計程車離奇這狀 也讓人不解難到 是碰撞部位與後續失控情節有關嗎 當下車輛碰撞庇護島的部位 就是車體左前方 有左前輪車頭保桿 避震器三角架與方向機主機 這些卻都並非是直接導致車體 爆充的裝置構造 撞到他很緊張 他想說不然我倒車一下好了 可是倒車一下的時候 有可能你車子已經壞掉了 導致他油門卡住或什麼卡住 會爆充嘛 所以我們撞到就是打劈擋 熄火就好了 警方透露一般車禍發生 如果只有車損先做記號 再拍照 將車輛移到安全位置 避免發生二次事故 但多元計程車次撞後 引發一連串碰撞情節 造勢的真相 只有車廂內的駕駛自己知道 三雄卻要讓裝置運動台中採訪不到